带大家来关心新北的少年枪手 对着当铺连开51枪 在今天有一连串最新的进展了 他早上被移送到少年返庭来征讯 那么这个过程全程都是阿嬷陪同 而且在这个现场一直劝这个爱孙 说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比较好 原来他的爸爸因为毒品案所以入狱中 那妈妈因为已经离婚了 所以在他小时候就离家 是隔代教养由阿嬷来带大的 几年前因为阿嬷心疼他 怕他没有依靠还特别过户了 这个有上千万价值的房产给他 让他当包租工 现在在中和这里有个四层楼的顶楼公寓 让这个17岁的少年 每个月都有套房出租的钱可以收 等于他完全不缺钱 那的确他在开枪那一天 身上穿的都是一些名牌 光是脚上踩的球鞋 在网络的价格就喊到两万五千块 这么不缺钱怎么会替帮派来做事呢 警方不排除他想要闯出一番名号 一走出法院马上改口不认识 因为一手抚养长大的爱孙 不但没学好 曾经因为行车糾纷通欧对方 甚至疑似跟帮派挂钩 开枪扫射 阿嬷心寒不愿多谈 在提上苦劝孙子要说实在话 他却说已经说了 是跟当铺有仇才会开枪 枪手的父亲是治安人口 因为毒品案在监2026年才会出狱 阿嬷心疼孙子无依无靠隔代教养 对他疼爱有加 原来这名流行少年的阿嬷 2006年花了三百多万 买下中和这间公寓 不但是过户给宝贝孙子 甚至还把顶楼夹盖出租 让他来当包租公 流行少年名下公寓屋龄超过四十年 室内面积二十四平 总房价上千万 两个收租套房流行枪手 有房又能收租 范安石穿的这双鞋也大有来头 是设计师把两双经典鞋款 重新组合得联名 要价22500元成为代购业者最爱 甚至还炒作到超过四万元 私生活相当隐秘 就连附近邻居也都不认识 只是明明不缺钱 疑似为了江湖民生走错了路 也让家人伤透了心 三令新闻 新北采访报道 不过被开枪的当铺 不是第一次挨枪的 就在一个礼拜前 同样的情况 也是有陌生人突然下来 就一阵扫射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少年枪手进一步被发现 他其实搭计程车到当铺之前 还有另外一个行程 早在案发的当天凌晨 他先拦了计程车 跑到土城这个货柜屋 而且一待就是六个小时 警方高度怀疑 是不是在这里 听从指令做沙盘推演吗 或者甚至会不会 他手上拿的枪支 就是在货柜屋 经由谁交给他 然后再去行凶 这个地点进一步在追也发现了 原来枪手之前他的老大 就把这里租上来 这其实就是他们彼此 平常联络的组织据点 少年枪手案发当天凌晨 从新装拦了计程车 来到土城货柜屋前 一派轻松地走进去 待了整整一个晚上 他做了什么事情 背后原因意外曝光 枪手第一时间会先来到土城 这处货柜屋集合 就是因为在几年前上头的老大 租下这里当成他们的组织据点 因为这里比较偏远 而且不常有人进出 也因此全靠监视器 帮忙拔风 无视公权力的街头火拼 疑似跟帮派黑吃黑有关联 20号早上少年池冲锋枪 朝档铺连轰51枪后自行投案 被发现其实早在10天前 这间档铺就出事了 华山帮因为气不过 19号凌晨才会朝红人汇大哥的黑头车 开枪射击 甚至还装上GPS定位 红人会认为自己被看没有 20号再度涌枪朝档铺开枪挑戏 发现说他有到某个地方 去做一个聚集的动作 针对这个区块 我们会去清查 他接触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 21号下午看驗车 再度重回货柜屋裁证 少年案发当天 到底见了谁 在这里招付枪支的吗 警方不排除列为重点目标 只是一再挑战公权力 两方冲突恐怕还未落幕 C新闻干喊人陈婷辱 新北冲的报道 你是在哪边载到那个年轻人的 快步离开分局 头戴鸭舌帽的男子 不发一语快速坐上警车 他就是土城枪击案中 载送到少年枪手的徐姓驾驶 目睹整个开枪过程 讯问过程中边说边战斗 警方为了安抚问奖情绪 还特地买了板桥知名的三宝饭 要让他压压惊 问奖回忆当时情形依然心有余悸 当时少年下车开枪时 车门还是开的 枪响大作后 问奖第一直觉就是要跑 但碍于车门没关 也怕一跑就被少年回头射击 只好停在原地 但脚早被吓到不停站抖 一度连油门都踩不下去 苦主不止问奖 当时停在骑楼下的机车 通通被榴弹波及 其中这辆黑色机车最惨 车头吃了十多发子弹 几乎被打成蜂窝 维修费比残值还高 除了外表以外 因为子弹里面有贯穿 所以说有伤到他的刹车油拱 跟他的马表总成 等于说他马表总成跟油拱都要换的话 以原厂的材料来算的话 大概粗估大概要一万多块 据说无端被波及 车主也决定不休了 硬起来对少年枪手提告 只是谁能想到一场帮派纠纷 就连无辜百姓也遭殃 下期新闻江湾以前有他 我新闻报道 我设计有说 不认识 我认识 也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